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擺動可愛的小手小腳 跟著台上的主持人開心唱跳 小朋友的英雄汪汪隊大年初四 在百貨一樓舉辦粉絲見面會 現場湧入上百人潮 小朋友喜歡 就帶他來追星 因為他很喜歡 所以他就說他要帶 穿著Pow Petro來Pow Petro 11點就來了 然後我們一點半就來排隊了 穿著腳色的服裝 就是為了在大批人群中 獲得搶達拿禮物的機會 卡到汪汪隊立大高 在小朋友借人氣超高 家長頂著艷陽 把小朋友扛在肩上 就是為了讓家中寶貝一堵偶像真容 汪汪隊的強大號召力 也讓百貨人流增加三成 如果說汪汪隊是小朋友的印象 那麼佩佩豬就是小朋友的天后了 我們現在在華山這個園區這邊 就是佩佩豬的特展 小朋友不但玩球池玩得很開心 旁邊的滑草呢 則就讓大家可以開心地滑下來 我們正中間的這個大型跳跳床 更是小朋友的最愛 從跳床上高高跳起 再當成溜滑梯滑下來 華山的佩佩豬特展 大年初四同樣人幾人 他想說趁過年這段時間 帶小朋友出來走走 可以跟先生在旁邊 就是坐著聊一下天 然後小朋友就看一下 讓他自己跟其他小朋友一些互動 除了也有必備的拍照環節 展區設施也多得驚人 喬治造型的小火車旁 就是旋轉咖啡杯 搭配科技 還能讓小朋友自己畫的佩佩豬 要上電子螢幕 穿著連假 各式親自景點大爆滿 除了讓小朋友放放電 更是讓家長能稍稍喘口氣 歡迎新聞 我情緒的東西居然會被保抖 哈囉 我是萊亞 想要搶耳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